业界提起意大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那必然是 包之百病 包之百病 大家好 我是小新 第三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已经进入倒计时 展览的面积将达到了12万平方米 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品牌参展 那么在这么多的品牌里面会有哪些有趣又好玩的东西呢 小新带你提前探馆 现一步尝鲜 走着 哎 弟弟 这是你最喜欢的奥特曼 小新带你提起意大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那必然是 那肯定要去萧博会的意大利馆去看看吧 那我们走 走着 意大利是本届消费会的主兵国 参展品牌有147个 参展的面积达到了1800平方米 主要参展的是意大利奢侈品行业协会的会员品牌 包括时装 设计 珠宝 汽车等品类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是意大利国家形象馆 在这里将通过视频滚动播放的形式来展示意大利的文化 侧边有一个接待区 在这里可以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意大利咖啡 好 您的咖啡 谢谢 品尝意大利的阳光味道 那么就来意大利的国家形象馆试试体验一下吧 提到时尚精品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珠宝 香包 还是香花类的产品呢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肖博会的2号展馆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展位已经基本上搭建完毕了 那展商们正在忙碌地进行着布展工作 在接下来的几天 这个展馆将会有各种各样的消费精品 满足你对消费精品的所有的想象 这里是一个以粉色为主基调的时尚掌馆 在我的面前摆放了很多很多各种颜色 款式各异的小包包 是不是看着很心动 包之百病 包之百病 果然是没错的 我走到这里我就已经走不动了 我发现了一个比我还高的小包包 太漂亮了 好想把它带回家 那我现在要跟他合一张影 看一下美颜美颜美颜 必须要美颜 好了好了来了来了来了 精品的生活离不开运动 那么如何科学的运动呢 在今年的效果会上面出现了一款AI智能跑步器 据说是可以帮助纠正跑步姿势法 我们一起去看看 三 二 一 开始 在我前面呢有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上面有很多个点 这个点位在测试我的肩 头 手 膝盖 关节 我在一边跑一边在测试我的跑步的动作是否标准 评估结束了 运动时长一共1分30秒 我来看看我的评估报告 84分还不错吧 我很满意这个结果 这里告诉我动态关节负荷度 我的左宽关节属于中负荷 左右倾斜正常 前后倾斜正常 膝关节运动角度评估 我的右膝盖出现了黄色提示 建议适当保持膝关节微躯 减轻对膝关节的冲击 避免运动受伤 这个评估结果是针对我的不标准的跑步姿势 给出了一些保护我自己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总的来看这个评估报告我是很满意的 我一定要把这些意见和建议记录下来 在今后的运动当中注意调整自己的跑步姿势 争取做到完美 好嘞 这里太大了 实在是没办法把每一个地方都走遍 本届效果会将在4月10号到15号在海口举行 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新奇的好玩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现呢 关注中国新闻社 小新下次带你去体验